看哪个倒霉蛋又被我盯上了啊 灿某灸77.37胜率的第十一博士 我最喜欢看这些十一名十二名的 让他们在关键时刻迎来当头一棒 小伙子算你倒霉上了我们的关站 傭兵心理机械勘探还行 心理啊调酒啊这些阵容呢 不是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这个阵容我觉得穷者还蛮有的打的 上来的话戒尸这边直接被找到娃 那这戒尸好像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完全没有办法操作啊 这戒尸还得放娃来扛刀吧 这娃也放不出来 再两个冲刺过来 这边已经可以重击来压这个窗口了 前期节奏呢肯定是博士这边好一点 但也不能说穷者一定没得打吧 看这边娃娃能不能扛 哎呦漂亮 这个调皮我们从穷者视角来看真防不了吧 你得是预判到他可能会这样子打 然后停在这个窗口 但你停在这个窗口很有可能被他后面绕过来一个冲刺带走的 感觉横竖是个倒地 还行 说实话还行 这边刚刚娃娃扛刀你别说啊 娃娃扛刀不如我这边交自欺以后 娃放出来把机械式状态摸满 对不对 这好像也行嘛 这边的话核心是先踹一台机子 先打一刀 这个机子肯定踹吧 球员这边的话在修的是大门这边的三连 这三台机子全部在被修 所以最把的话博士 他是没有办法去碰三连的 他的节奏得起得很快 这套阵容 这张地图 如果说能把三连破掉 你真别说 这边的话直接移情给上 这波移情给机械师 我刚刚的想法是机械师 就是走一个先爬一个点 然后放了娃自己 就自己把自己摸满吧 这一切留着给佣兵会不会好一点 或者留着心里自己留着也行 机械师这边蹲着 怎么的我看不见你啊 二岛机械 这个机械师虽然教自己的 但是他娃就在附近 所以呢 待会儿娃可以把他摸起来 不需要劳烦队友 看博士知不知道 博士好像知道 那有点难受啊 算机子 最后三连机全在修 机械师这边躺着 机械师队友摸起来 能不能待会儿给个移情 那还得队友把他摸起来 好像有点困难 好像有点困难 目前来看优穷者这边 如果抢机子呢 就没有时间去管这个机械师 管这个戒指呢 博士这边待会儿失常好了 好像不抢机子 这台机子也会被失常踹吧 这里看到密码机没有动了 直到你们肯定要来摸这个戒指 拉刀过来 找到了心理学家 两秒钟以后失常好 这把博士应该是平局保定 有机会能征胜了 而且他很稳啊 他知道没有 他看到没有 他看到心理学家这边不敢翻 怕被吃一个冲刺震慑 所以这边过来平地骗了一刀 这个失常压着 不嚼 过来找佣兵的麻烦 继续 一脚 这里的话 心里似乎还想摸起这个戒指 但是博士 这里 一个重击 叶刀 心里倒地 那看待愿摸还是不摸呢 看待愿这个取消 哎呦我去 这一波熊者亏的妈妈都不认识了 真的是亏到姥姥家了 这一波 这一波看待愿心里过来 人没摸起来 这两兄妹全得打 一刀重刀给我打 机子还不够 还是他们有点想去把机械师给摸起来 从结果反推呢 他们是中了什么呢 中了博士的技了 这个博士压根就准备守这个机械师的 那么求者过来就一定是亏的 但他们想摸呢 你说对不对呢 我觉得也不完全不对吧 真能摸起来 我觉得也能打一打 因为真的摸起来呢 心里学家这边 比如说就强行移情给这个机械师 就自己倒地给机械师都可以 把这机械师状态补满了 接着如果外面拖一拖什么的 四人开门战都有可能 一个中刀 倒地 四秒钟以后市场好 求者那边核心问题是 就算这台机子修掉了 心里学家那台机子还差一半的 心里学家那台机子还差一半的 而且这边博士的话 手里面底牌有 市场也捏在手 打不了 这不跳没跳下去 这里 佣兵的话在修机子 要注意看密码机的一个状况 他这边是先想把这个人给撂了 其实他现在拉刀过去 市场踹脚 我觉得也行 对 拉刀过去市场踹脚也行 又能击倒佣兵 又能踹机子的 这样的话呢 这个底牌还可以再留一留 但如果底牌直接切传送那边 把这个心里学家摸起来 也不一定 虽然说优势是挺大的 但也不一定 佣兵倒 现在心里是一刀没 所以说要把心理状态补满 勘探员这边的话是个二刀 佣兵这边倒地 吃了两刀战役 一时半会起不来 等到佣兵起来的时候呢 这边博士新的一个技能好 他可以切传送的 所以这台机子还是修不掉 死局死局死局 这刀应该打不到了 一个冲动 帮他加了波速 博士带冲动还是蛮有必要的 再一个跳P 刚刚那个口子绕过去 好像搞得你们一定能确定 这刀能打中一样 博士带这个冲动 真的蛮有必要的 看下来效果很不错 要不我也去试试 我突然感觉我又可以了 两个人强修 这边的话来个重剑 那这样的话 佣兵不就会跳地窖了 他这刀不应该先寡在佣兵身上 他也无所谓 地窖不在这边 打得不错 打得不错 这个灿木就有点猛 主要是这把的上来 确实 投降了 大哥前面不是地窖 我去下来 我去下来 说什么 小野兵不就会 我去下来 谢谢大家